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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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中小学开学 在高雄三个原乡 桃园纳玛夏茂林区的小一新生树 根据高雄市教育局统计 桃园区的张山国小只有四位 桃园国小七位 宝山国小三位 以及茂林区茂林国小三位 桃园国小校长认为 家长因为工作带孩子 移居山下的因素居多 但有学校表示 学生人数少相对教师在教学上 可以专注在个别孩子身上 学生少是一个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是 家长都会往山下就业工作 所以都会把小孩子一起带回去 变成说在山上的家庭上 学生数就少了 学生数少老师相对的 就会更加专心于两位在学生上面 然后就越能够个别指导 反而班级数人多的时候 就只能抓重点 就是用平均化来教学 不过桃园新中国小新生人数 则比去年多 小王表示 由于今年校内发展多元文化学习 带学生参与足以戏剧演出 足以单词竞赛等等活动 增加学生自信心与文化认同 备受家长肯定 这一学年度的人数是比上一学年度的人数在倍增了 不管是全校人数还是新生人数 特别新生是今年是12位人 12个小朋友 很多外地来的或是不是住在这区的家长 他们愿意送孩子回来到就是我们新中国小 山区小学因为不同部落形态也造成学校新生数的差异 不过重要的是学生受教权 不因人数多寡而受影响 人家就要打给我怎么办 高层桃园采访不到